你挑战一些做一种新的灵感给大家分享吗? 其实我很多时候是根据舞台上就是音乐的不同风格 然后来去玩一些不一样的一种妆容 因为舞台就是感觉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功能 对 您听双十一这一波双十一有什么飞和粉丝大意的定义吗? 我给大家安利美宝莲的这款Super Stay的分体验 因为它真的是全实装 然后还有它的运动刷就是很好用 就是非常的就是在脸上也很舒服 然后包括我身边的朋友也都也还找我说能不能给他们带一点过去和玩会 所以就真的很好 今天参加活动的感受如何? 让你印象最深的场景是哪一步? 感受就是 就是我今天活动的那个地点是在就是就是上台的那个夜景的那边 在原来的地方没有有大景 我在活动的时候我有时候还会被外面的风景给吸引 然后代言美妆品牌对于你来是有特别的意义吗? 其实我觉得是相互感 就是比如说在舞台上 因为美宝莲它有时候会给我带来一些灵感 让我在舞台上可以玩出更不一样的一些装备 然后并且又还很符合我的一些歌曲的印象 所以我觉得都是一个相互的应该 今天有什么新的作品和刚刚见面吗? 是在为新专举做什么? 今年的歌也 我之前闭关了很久 然后再为我的下一张专辑再去创作 然后歌曲已经都写的差不多 但是我今天上半年刚发新专辑 所以我想再晚一点点 可以稍微注意一下是怎么样的呢? 这张专辑可能会跟上一张专辑不太一样 因为今年我一直在家里面闭关 然后也没有出去 因为因为那个一起的原因 所以我就很认真的再去享受我的闭关的个人生活 所以写的音乐都还算比较生活吧 音乐领域已经获得很多粉丝喜爱的 你觉得未来的又会到什么七十分回望 未来的音乐 我其实是那种 当时想到什么我都直接做了 就是音乐上想到什么灵感都直接把它做出来了 然后唯一一个就是今天的演唱会 本来是要 大概今天五月份开的 但是也是因为疫情原因没有 没有没有举办演唱会 然后也希望在一个更好的一个时间 更安全的一个时候 然后来开我的最新型式的演唱会 非常期待 能不能分享一下除了工作以外 你的爱好的休闲活动是什么 除了工作的话 我在家就是 反正我闭关的时候 就天天待在家里面 然后 早睡早起 然后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 然后 然后就每天 跟猫一起玩 这样 大家都说看 吃东西非常有食欲 能等到吃锅吗 吃锅 很有可能吧 那你会为了保持生产 吃一些你喜欢的食物 那倒还好 但是我有时候保持生性的话 我其实属于吃的很少 但是 但是没有吃 对 下面是一个游戏的环节 考验一下 你是我知道一些内心的 一个是加油委款人 加油委款人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不知道 那其实是说双十一 大家付完钉钉以后 然后我们等会 付委款的时候 又会心疼 所以又鼓励自己 哦 就提前买了很多 对的 然后还有一个是 不是吧 阿瑟 不是吧 阿瑟 你也不知道 这个也是大家来表示你的不耐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